或许你不是莱卡的用户 或者你对莱卡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你或多少对莱卡会有一定的印象 那么在昂贵 得位 惊弓等等印象背后 莱卡又会用什么样的手法来讲述一个关于M11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不讲相机 而是来看一下M11官方的视频 大家好 我是七叔 一个摄影好者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如果你喜欢视频拍摄 或者正在准备从事相关的工作 这个视频你千万不要错过 花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视频叙事的说法 总体上这个视频的情绪是比较含蓄和柔和的 没有很花哨的运镜和快节奏的剪辑 算是比较标准的产品加企业宣传的构成 围绕着M11诞生 阐述了莱卡以用户为核心的设计理念 追求极致与传承的精神 生产中的高标准 员工的工匠精神与热情 老用户与虚用户的使用体验 通过不同部门负责人之间的互动 把理念设计生产的要素串联起来 譬如这个放下相机在拿起相机的动作 让你在了解莱卡背后更多故事的同时 不会忘记 这一切的努力是为来给你带来更好的产品 整体背景比较清冷的 同时又强化了人物肤色 明快而又浓郁的橙红色调 展示严谨而又不适人物鲜活的气质 很多对白和台色表现一般 甚至有怯场和尴尬的感觉 让人感觉到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而不是在扮演某一个你想象中的角色 从分镜头的角度来说 这个视频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范本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找一下原视频慢慢看一下 这会对你未来叙事性的拍摄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来简单谈谈我对M11的感受 所谓多种像素模式下 宽容度和高感的提升 估计应该是一种超采样 或者像素合并的技术 也算让高像素的传感器 在不同环境下合力发挥优势的一种操作 以及64开始的ISO 这一点非常值得各个厂商参考 不过有谁知道这个CMOS的供应商吗 在线求答案 我是能拍护车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